而另外不慎在宜蘭山区失足坠崖的台新晶控总经理林克孝 遗体昨天被巡获了 由于天后不佳 直到今天上午才有海鸥直升机将遗体运回台北 随后送往板桥殡仪馆 由于这个检察官率同法医商业遗体之后 发现林克孝全身有多处创伤 而头骨严重骨折就是致命伤 海鸥直升机不断盘旋 终于在今天清晨六点多从花莲出发 六点五十八分顺利调话完成 在这台新晶控总经理林克孝遗体回台北 早上七点二十四分抵达宋山机场 随后台上救护车前往板桥殡仪馆 地监署检察官上午率同法医相验遗体 发现林克孝全身多处严重创伤 集中在头部和胸部 其中头骨骨折 因伤适合证人说法 推定死亡时间为十号上午九点半左右 也就是坠癌当天上午 头骨严重骨折是致命伤 台新监控总经理林克孝 这个月十号探索泰雅族古道 在宜兰南澳乡树碎山 摔入一百多公尺深的山谷 两名同心友人下山求援 一来新消防局和空勤总队出动了直升机上山搜救 但因为山须下雨 事故地点又在深山 直升机无法靠近 连日搜救 直到昨天下午一点抵达失事地点 确定林克孝没有生命迹象 但天后状况转好 今天早上遗体被运送下山 台新监控也发出声明稿表示 林克孝不幸在登山坠癌意外中此事 全体同仁都感到震惊与哀痛 会协助家属处理后事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有一次